你的幸福曲线 七六项原则 第四项修炼 合理展示自我困境 对于智人来说 在艰难时期独自行动 从来都不是个好主义 人类是高度社会化的物种 当受到像确诊 癌症患者或失业 这种外部冲击 是我们会本能的寻求帮助 即使我们宁愿 只和最亲的人分享 中年反馈陷阱 最有害的特征 是它使我们社交本能 和自我作对 我们的不幸并不是 因为客观环境 它好像是性格缺陷 我们为自己不幸感到羞耻 所以把它隐藏起来 如果没有达到 自己能够达到的目标 人类就会觉得 一定是天生有缺陷 克尔曼说羞耻感 通常会让人导致退缩封闭 此外 对地位的不满 在心腹曲线动力学中 写着重要的作用 在现代生活中 没有什么比显得脆弱 或者失败 更能降低一个人的地位了 对于应对中年期不满的人来说 克尔曼强调 把自己的不满暴露给别人 意味着地位的下降 承认自己在接受治疗更糟糕 就会增加地位焦虑 卡尔曾回忆说 他没有和妻子 讨论过自己的不满 因为他害怕了 自己会搞得一团糟 他只和两个朋友 包括我讨论过这件事 另一位40多岁的受访者 斯特林告诉妻子 自己感到莫名的不满后 那妻子变得惊慌失措 斯特林就不再和他分享了 人们一般不会谈论这件事 他告诉我 我也不会和我的好朋友说 我曾问安东尼 他会向多少人谈起这个事问题 他说 我觉得不会跟任何人谈 他猜测 他的妻子可能知道 但他们没有讨论过这件事 前文提到过戴维 正处于幸福曲线的底部时 正管理着一家创业公司 他认为自己不能表现得不稳定或沮丧 心理学家说 女性比男性更愿意表现出脆弱的一面 愿意分享中年期的不满 但是如果这样的话 会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 曾经属于男性地位的竞争 这种差距就会缩小 正如我们看到的 陷入低谷不是一个小问题 避免自我孤立 虽然不是情感上的万灵样 但对于稳定情绪和避免错误很有帮助 对外寻求帮助 可以采取咨询或治疗的形式 你不需要到生命或者是出现功能障碍 才这样做 东田纳西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家 班琼斯告诉我们 你可以给自己聘请一位顾问 这会使你更了解自己感到 对倾听普通的友谊 也就是社会联系 同样会有一些益处 43岁的特里认为和朋友聊天 挽救了他的婚姻 也保住了他的生活 他说快40岁的时候 我有了第二个儿子 我突然让识到一个酷男子的日子 也居不复返 我40岁了 有两个孩子 工作上需要负担责任 自由自在的日子结束了 我的生活就像换尿布和当父亲 我喜欢这些 但对我来说身份转变了 而且很突然 结果我产生了一些存在主义的焦虑 我没有买敞篷车 开始大量购物 我开始买衣服 虽然并不过分 但是每个人是我的人 都会让他开玩笑 我的外部生活稳定 但内心很挣扎 某种程度上 这种挣扎仍然在继续 尽管他有所减弱 我心里想天哪 我的未来就是这样吗 我开始和妻子一起去社交场合 用他的话说 在那里和一群人成了朋友 在过去我总说自己不可能 和不喜欢运动的人成为朋友 我跟他们没有任何可说的 事实证明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我有亲密的男性朋友 很多人处于类似的人生阶段 这对他的生活满意度 有什么影响 影响巨大 如果只是我和妻子 试图应对这些问题 我认为自己因不不来 我要减薪了他的孤独 但对这里来说 最重要的 是 想注意防止这些事情的发生 我告诉他们 我的生活中发生了什么 他们也告诉我 他们自己的情况 但觉得如果自己做了那样的事 就必须告诉他们 我不希望对他们说 我和妻子吵架了 睡在假日酒店里 如果与人隔绝 失望和不满 就会发酵 之外 导致羞愧 这会使人更加不愿意 与人交往 把这个循环的第一药物 如果可以 把电话给朋友 的话 就会发生了什么事 请大家看